2014年9号密室第一季洪空出世 2023年的现在 9号密室第八季完结洒话 种种九年时光一晃而去 二侧和胖胖也种种陪伴了我们九年 喜欢9号密室的朋友应该也都清楚 九这个数字对于这部剧而言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象征 在我看来 第八季这最后一集 很好的做到了对这九年的一次致敬 只不过阿B这一次做的多少有一些过了 删减剧情这党的事 你不说大家也自然会等 也不会过多的评价些什么 但这一次且不说删减内容 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剧情进展 你把二侧跟胖胖借故事之手 对这九年 以及对老搭档所说的一些心理话 也给删掉了 确实太不地道 我真心觉得 不管是老粉丝还是新朋友 都值得去看一看这对老哥俩 对这九年的完整鞠躬谢幕 接下来就让我们抽丝剥茧 还原真相 揭开这最后一集的神秘面纱 看完的第二侧跑到房间里找胖胖 在这里他着重提到 这个狗不得不说真的十分高级 如果你是一个戏剧爱好者 一个沙翁爱好者 听到Moth Trap这两个词一定会会心一笑 Moth Trap指的是 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 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利用到宫中演戏的戏班子 让他们在他叔叔克劳迪斯面前演一出戏剧 谋杀案 公扎古之词 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 哈姆雷特将这出戏改名为了Moth Trap 希望借此发掘国王内心的隐秘 重视魔鬼之语 Moth Trap指的重视戏中戏 胖胖为了复仇 陪二册过的这九年 就是一出戏中戏 同时 两人也借剧中人物之口 说了说自己的真心话 以下皆为个人翻译 不对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在这一段中提到 二人的初次相遇 是在一家名为紫袜子的酒吧 其指的是紫色对两人关系的象中意味 实际上 在九号密室第一季第一集里 二册饰演的角色 身上也穿了一件紫色的衣服 其代表的也就是俗称的鸡老子 而胖胖赠送的童手镯 作为周年礼物 在国外确实有这样一个传统 不过赠送童手镯 一般是庆祝二人 结婚七周年 其代表着好运 财富和繁荣 二册不满足两人只能周末相聚 想要更多的相处时间 从这也能看出 二册应该是真的爱上了眼前这个男人 在这里 影片结尾的迷药也首次登场 极为讽刺的是 这瓶在之后毁灭了二册的药 现在就堂而皇之的摆在他的眼前 他却无从察觉 也正如眼前这个他毫无戒心的男人 当胖胖说不要改变我的时候 二册回了一句 说得好像我可以改变你一样 其暗指的也是 即便这九年里 二册尽可能的对他好 依然没有改变 他想要为女儿报仇的初心 胖胖盯着马桶里的红色液体 对应着结尾 他一直假装自己身患绝症 这一举措在我看来 有着两层用意 其一是结尾所说 二侧厌恶肿瘤 此举是为了折磨他 其二是为了把自己置于一个弱势的位置 可以让对方放松警惕 也可以为在某些时刻 自己实在装不出爱着对方的时候 好以患病为借口 搪塞过去 就比如说结尾处 胖胖提到说 因为他的病情 所以两人才没能去冰岛度假 便是很明显的利用病情为借口 两人吃晚餐时 桌子上的红酒 上面写着愤怒 这也便是濒临死亡的第二阶段 在这里有两个极其讽刺的点 其一是 二侧提出 明年要开除老奶奶 胖胖表示反对 二侧极为刻薄的说 她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结果抑郁成衬 自己先一步去了 收拾餐盘的时候 晚餐剩了很多 二侧说 今天吃不完 明天吃 明天吃不完 后天接着吃 又是对最终结局的隐喻 关于两人争吵的那句顺口溜 其实是一句童谣 二侧所说的正确无误 而且这种童谣 属于是每家每户 都有自己的版本 并没有一个绝对唯一的答案 我想胖胖之所以要硬挑这个词 其实是酒精刺激下的情绪崩溃 正如胖胖所说 当他正在因为女儿的死 而整日悲痛的时候 面前的男人却天天因为 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嚷嚷个不停 这才导致了他因为 一点中论而大发雷霆 这一段床头吵架 床尾和的情节 两人的演绎十分优秀 尤其是二侧的表现 甚至一度让我回想起了 当年兄爷那一段 带给我的感动 你每次这样骂我 我不知道哪一天会忍不下去了 我等着就走啊 我去洗澡了 我叫你走啊 你会不会肚子饿啊 我下碗面给你吃 一夜过后 桌游盒子上的谈判二字 也代表着来到了 冰临死亡的第三阶段 两人的对话又一次暗示了结局 在游戏中 二色称呼胖胖为Nelia 指的是一首英国儿童歌曲 Nelia the elephant 面上说的是他记性很好 暗地里也指的是 这人他真记仇啊 在二色与老奶奶的谈话中 提到自己在90年代末 组建了一支乐队 叫Atlantic Five 应该是致敬摩利红乐队 因为他们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 兴起的 而他所提到的这首Blue James Baby 应该是取自于英国歌手 林塞德保罗的 Rethon and Blue Jam Baby 关于两人的热舞 其实也是胖胖计划中的一部分 一句话 若欲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膨胀 蜂蜜屏上的忧郁 也代表着第四阶段的到来 胖胖用燕麦蜂蜂蜜 给二侧制作了面膜 这也便是处刑之前的最后准备 而后便是第二段删减的剧情 两人的按摩环节 在这一段中 胖胖就差把一模二字写在脸上了 这里所提到的代比堂 那是周六夜现场中的虚构角色 一度也是非常流行 这个名字 最后甚至直接成为了一个礼语 指的是悲观的人 经常在聚会中 散播坏消息和负面情绪的人 被胖胖各种贴心举动 感动到的二侧 鼓起勇气质问他 到底有没有出轨 在得知只是一个误会之后的表现 更加坐视了二侧 确确实实的爱上了对方 正是因为这一人物设定 让整个故事显得更加真实动人 且值得思考 二侧心满意足地坐进泥浆浴池 胖胖递给他一杯下了药的香槟 九年时间的一切准备 到此画上的句号 他将会在最值得意满的时刻 迎接那最痛心疾首的折磨 药瓶上的acceptance技艺也重视冰死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 接受 二侧严重的泪水也便是复仇者最想要的战利品 因为一场完美的复仇 不仅要杀人还要诛心 对于胖胖而言 杀人只需要一天的准备 而诛心则整整筹备了九年 很多人或许觉得这样耗费多年的复仇计划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对于胖胖而言 确实自损八百或者是八千 但对于此刻的二侧而言 实则杀他千万分 因为在此刻 他是被自己最信任 最依赖 最深爱之人 用自己最厌恶 最痛恨 最难以忍受的方法谋杀 不仅他的死亡过程会是漫长且痛苦的 在这一过程中 他的脑海中还会涌现着九年的虚假生活 虚假感情 一切都是假的 唯有此刻的痛苦是真的 影片的最后 伴着将死之人的哀嚎 复仇者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里指的是一句谚语 Revenge is the dish best served code 其译为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句话 从在多部勇士作品中出现过 纵观全片 这一集短短二十几分钟的剧情 却塑造出了两个无比真实可感饱满生动的形象 以宾死之前的五个心理阶段为引线 起重转合之间将一处复仇大戏重现的淋漓尽致 出发情绪的同时也给大家留足了思考的空间 到底何为是非对错 二侧的网络暴力导致了一个女孩的离世 或许离世的背后也有着其他来自家庭 来自社会 来自学校的重重压力 但他的恶毒言语无可争议的将这个女孩往深渊 又推了一把 二侧是失害者 失去女儿的父亲当然是一个受害者 但是当二侧倾注了九年的时光 去爱一个人 照顾一个人 无限的妥协自己 只为和眼前之人相伴余生 而自己心爱之人就这样欺骗了自己九年 最后以极为残忍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此时二侧是受害者 父亲又成为了失害者 关于这二者之间的是非对错 也便是主创留给大家的思考 同时也构成了这一集真重的高明所在 剧情之余 站在九号密室九周年的节点 老哥俩也终于借故事之手说了一些真心话 于我而言 从第一季看到现在 最深的感受便是 一点一点看着老哥俩慢慢变老 过去的九年磕磕绊绊 未来的九年来日可期 我相信只要老哥俩还在创作 那九号密室的牌子就会一直挺立下去 最后我想用剧中的一句台词 来结束这一期视频 我是学问不动 脑洞不小的秀才 对这一句台词 一句台词 是不动的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